你 你干吗乖乖碎碎的 想偷亲我 你有什么值得我脱禁的 你这个人 是我救了你的命啊 你想想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 你对救命的人这么不客气的吗 皇孙放心 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 我一定是排除万难 披荆斩棘去救你 得君一诺 敏感无内 你 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伏击我们的 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对青旗兵 这对青旗手持重弩 明显是要伏击截杀 我思来想去 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梨 他曾经找裴员商量过 要伏击崔公子 我想那个崔梨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 对崔公子下手 对 崔梨肯定是他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 竟然能让洛阳的人戒品给他 崔梨既然要杀崔公子 那必然得找一个人 栽赃陷害只为凶手 我竟在同关 不然又是镇西军主帅 不就是最好的人选 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 去说服我的兄长们戒兵 你的兄长 他们竟会如此行事 他们糊涂愚蠢 自然容易被人利用 这世间是不外如是 崔梨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男人 和堂兄吗 不也一样兄弟喜巧 不也一样兄弟喜巧 来 不好 赢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 不行 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 安盈 你的伤不知名 但你们家公子 可能要好好敬仰一些食人了 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 我不拦你 但你要想清楚 你能不能成道跟大军会合 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赢州之事 别着急 事已至此 不如我们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好 公子 公子 你想了 阿盈呢 公子放心 小伟没事 只是受了些轻赏 不碍事的 那就好 阿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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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阿盈去了 公子 你别难过 护卫公子是我们的职责 但是现在 阿盈不在了 阿盈真的不在了 公子 阿盈也不像你这么难过 我与阿盈 都是没人要的孤儿 如果是公子和萧卫收留我们 让我们留在崔家军 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能为公子而死 阿盈不会后悔的 我也不会后悔的 我不许你说这些话 嗯 这是在什么地方 通关 珍稀军的军营 是李皇所 是 是他带我们回来的 李你 公子 你先好好休养吧 刚才桃子给公子耗过脉 珍稀军里的衣事 也给公子看过了 都说公子伤势不清 得好好静养 不 我不能待在这里 珍稀军 世纪从全 咱们得先养好了身体 再做计较 此去营州还有千里之药 若是公子不保重 那才是上了根本 全盘皆是 还有一事 真行 还有那些战死的 崔家军将士们 劳烦黄孙 派人助我 为他们收敛安葬 你放心吧 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已经派人 收敛了战死的 崔家军将士 我知道陈行 是你们公子的 贴身亲卫 我命人给他立了碑 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 再亲自去祭奠 阿英 亲爱顺便 谢谢 好了 既然醒了 就该吃药了 桃子千叮万种 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 免得伤口花弄 好苦啊 来 好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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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苦啊